假设这个人福报只有十万,如果父母从小就疼他,给他好吃好喝,靠钱买学校给他读书,大学毕业,他已经花了十五万,那他毕业后去赚钱就很辛苦,因为福报从小就花完了,很可怜,所以大学生给小学生打工,老板很多都是没文化的,但不能瞧不起他们,他们有福报,没文化不会饿死,没有福报, 衣食都不能富足,教育孩子不要给他太多的钱,花的是你的钱,损的是他的福报,很多人小时候很风光,到了长大就可怜了,把福报风光掉了,古人讲要培养老来福报,年轻不要享受福报,把老年的福报都拿来享受,教育孩子要懂得寻根,孝顺好父母了,孩子自然听话,顶撞父母,以后孩子就顶撞你, 这就是轮回,三代之间也是轮回呀,所以要把好吃的给父母吃,不要给小孩子吃,给小孩子吃太好穿太好,都是损他的福报,宇宙的规则中,很多都不能代替,小孩的福报损了,他得自己去慢慢培养,你没有办法代替, 越是关心孩子,这个孩子以后就很难有出息,太关心了,关心到了牵挂,把他的福报都损了,他以后就要在艰苦中好好培养福报了,那福田中,长辈前辈都是我们的福田,我们要恭敬长辈和前辈,以后我们当了长辈,后人才会尊敬你,这就是因果, 我们要照顾长辈,胜过照顾晚辈,现在的人都关心孩子,胜过关心父母,以后孩子长大了,他生了孩子,也是关心孩子,胜过关心你,这就是因果循环, 古人讲的,不要留钱给孩子,孩子有出息,你留的钱也没有用,孩子没出息,你留钱给他,他也是败坏,这就是宇宙的规律,那要留什么呢,留因德,我们好好做善事,儿孙自然得福报,把钱存在因德的银行是最好的,因福后代,有福德的人,自然能感召有福德的子孙,天道是公平的, 古人讲,富不过三代,意思是德行不好,不可能一直富贵下去,富人会变成穷人,那穷人慢慢努力,德行好了,福报上来了,就变成了富人,这就是因果规律,能量的守恒, 富人都喜欢给孩子花很多钱,提供很好的教育,教育虽然也很好,但好的教育,还是福德的教育,给孩子福德教育,胜过知识和技术的教育, 天道不会亏待人的,布施出去的钱,收回来的是因德,这些因德,自然会福音后代,上天会照顾他,让孩子受苦,让他去成长,将来才不会受苦,父母真想为孩子祭福报, 有多余的钱,拿去布施做善事,积累因德,这样就是顺着天,天就会照顾好孩子,但有的人就想着,为孩子谋幸福,赚了大笔钱留给孩子, 甚至用非法的钱给孩子,这不是害了他吗,许多人留了许多钱给孩子,都给孩子败坏掉了,让孩子娇生惯养,结果孩子就是不听话, 要让孩子受些苦,是为他们祭福报,是好事。